一波三连胜 乐布朗詹姆斯 向湖仁距离西部王只有一步之遥浪 目前十二城西富此金军团距离西部 第一只有一个盛场的差距 在球场上取得成功的同时 湖仁在球员市场的操作也没有停止 相较于昨天美媒所爆料的 魔术师希望在休赛期 得到自由球员特里斯米德尔顿 目前湖仁正在操作的则是更惊人的计划 根据消息员的消息 布拉德利比尔已经是湖仁的目标 此外 魔术师还在参与竞争富尔茨的竞争 七台希望交易自己的三指头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开季六胜十二付33.3%的胜率 排名东部倒数第五 让球队的管理层已经对年轻的核心不再抱希望 此前 森林郎希望用吉尼巴特勒去交易比尔 但因其才希望得到的是重建筹码 这笔交易因此无疾而终 据悉 为了满足棋台的要求 会用肯塔维、奥斯塔德维尔、波普、凯尔、库兹玛以及2019年的首的选秀权去交易比尔 波普的合同只有一年 有利于棋台清空心经空间 库兹玛的潜力不言而喻是巨大的 他和选秀权都是棋台需要的优质重建筹码 而胡元则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巨头 却在季后赛拥有更好的竞争力 在德罗仔军下转回马刺后 比尔已经是东部最好的得分后卫 本赛季 他场均能得到21.7分 而在配合张黄的体系方面 比尔市场 均能投中3.8个三分球的超级火炮 而且他还在上赛季开发出了空位属性 即使在沃尔身边 他本赛季仍有场均3.8次的助攻 而在竞争富尔茨方面 根据ESPN的爆料 76人对于2017年撞秀的要价并不高 一个手蚊选秀权 亦或是能为求对清理心经空间的短合同 就是他们的目标 据悉 76人就是为了虚约巴特勒在进行操作 富尔茨校赛季的心金是974万美元 他剩余的合同总额有4600万美元 不过在2020年下一天 他的合同将是求的选项 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 未经受全部的转载 超级细成福尔茨约巴特勿造成福尔茨校赛季银